Hello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韭菜炒腸豆 腸豆有点老了,先把腸豆清洗干净 腸豆洗干净了,搁一边备用 来一把韭菜,改刀切断 韭菜炒腸豆需要这两样走料就可以了 其他的辅料都不需要 把腸豆焯一下水 水开后,加点油 以免腸豆变色 先下揉腸豆 看一下,汁水汁汁断生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捞出来 捞出一定要过一下凉水 以免变色 锅烧热后,加点油 油烫开 下揉腸豆 翻均匀 加些小勺盐 鸡精 炒2-3分钟 下揉韭菜 即可关火出锅 好了,今天一道韭菜炒腸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自己炒的好不好吃 清淡四口 蛮适合夏天吃的一道菜 最家常的方法做 浸完水的时候翻炒两下就可以了 韭菜要厚放 下揉韭菜炒20秒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